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六代开始 游武学院就已经不同 得将这些传达回去 看来对游武学院 应该跟长江是做一个等级来看 恢复得差不多了 长花 你的修为看起来凝练多了 哼 发现一个好地方 西花你先继续修炼 我得再去趟雷火殿 坏了 今天雷火殿外怎么这么热闹啊 长哥 你可算来了 唐奥和吴皇两人 已经进入了雷火殿当中 并且也是正中间 这下有意思了 是啊 让那些老学员看看 咱们绝世军团的领头之辈 多厉害 看来是昨日我在雷火殿中修炼时 不经意之间出尽了风头 咬起了两人的好胜心呢 雷火殿中修炼时 咱们绝世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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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看穿了 你那边的那只雷火兽 也纯粹于动 你打算如何用 吴皇身上弥漫着龙威 仿佛对于这种凝聚之物 有着巨大的威慑力 吴皇这家伙 真是强得可怕 新学员排行榜上 已经出现了 唐傲和吴皇两人的名字 两个人一上榜 就已经分裂第二和第三的位置 紧随偿欢之后啊 这一届新学员 还当真是能人辈出 出现一个偿欢也就罢了 这吴皇和唐傲 肉身竟然也如此强横 这两个家伙 真是干劲十足啊 我也不能示弱 进去再练一轮 等等 你就是那个好运的家伙 偿欢 怎么 有何贵干 你们绝世之人 个个是无耻之徒 以夺其寡 恶心呢 一个月后 敢不敢和我狂霸组织在练习战场打上一场 像你这种靠运气取胜 用卑鄙手段蒙骗之辈 定然是不敢接受挑战 你 不用多说 一个月后练习战场 输了你就结散绝世军团 敢是不敢 这个憨户 额外考核的时候 他好像带着狂霸组织外出了吧 可不是 这个狂霸一直目中无人 瞧不起别人 估计回来之后 听到别人谈论偿欢 独意从心中伤 来找麻烦的 没问题 不过你说了 以后见到绝世的人 都要喊声爷爷 你说什么呢 喊爷爷 你这是在作死 在我绝世中 都是我查某兄弟 你辱我兄弟 如果不是在学院 我早宰了你 一个月后 等着叫爷爷吧 刚刚那股杀气是怎么回事 这个狂霸 背后定然有人指使 他不是纯笨的人 在额外讨核取的那样的成绩 怎么可能投机取巧得到 这么点事情 狂霸会想不到 不用想 定然是武神殿那帮家伙 想要借着狂霸 试探绝世潜力如何 不过 我也同样期待在一个月后 这绝世军团和狂霸组织 一较高下的情形 毕竟狂霸组织也是三级 经验远远超过绝世 我倒是看好狂霸 但轻而易举 那就未必 这个小子 个人实力也真强横 如果在别的市里混 恐怕早被高层捧在手心 学院高层已经把长欢捧在手心了 那元老不是已成了绝世导师 甚至高层 还直接让绝世成为军团 我先走了 军团还有事 老刘你等等我 咱俩可好久没打过了 打一场玩玩呀 我现在很闲的 看你这样子也蛮惨嘛 长欢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咱们一起进去 再比过 对了老五 问你一个事 那狂霸是什么来头 他算是上一届 学员组织中的最强者了 怎么 这个狂霸 约战我们绝世军团 在一个月后 输了 我们解散 如果我们赢了 见我绝世的人 都要喊爷爷 这个赌注我喜欢 不过这狂霸 是武神殿的 他一回来就挑衅我 背后 定然有人指使 难道是帝尊 这个家伙太自傲 好到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我们绝世如蝼蚁 肯定不屑做这种事 应该是武神殿 另外四个军团指使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管他呢 咱们进去再练一轮吧 虽然我不是阵法师 但这么些年来 倒也见识过不少 眼前这个战阵 就是我在一场战斗中见过的 这阵法竟然如此之奇妙 一个好的战阵 对于一个队伍来说提升态度了 你识今天那个境界 就算传授一点皮毛 对我来说也是深不可测 阵天眼 灵龙心 阵到圣体 神天眼 看过世间万般阵法 灵龙心 多么奥妙复杂阵法 都能够看得懂 都能够沿袭 把阵法之精妙 远超本身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